非物質勞動 電玩裡的勞工史 大家好 我是陳香問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文章是 《非物質勞動 電玩裡的勞工史》 這篇文章收錄在由尼克戴爾威瑟福德 跟格雷格德波特所合著的帝國遊戲 那今天在這邊要跟大家聊聊 關於任天堂還有女性非物質勞動者 在遊戲產業裡面的狀況 1979年是電子遊戲的黃金年代 這些遊戲企業從這些遊戲的市場裡面大賺利潤 卻拒絕提供設計師版稅 在遊戲的過程裡面 我們也見不到這些設計師的名字 這樣子的做法其實是為了降低員工的個體獨特性 不讓他們有台價的籌碼 那在這樣子的狀況下 世界上的第一個彩蛋就誕生了 Warren Robinette 在阿達利公司裡面的這個冒險遊戲 他設計了一顆彩蛋 當玩家找到的時候呢 就會進到一個秘密的房間 那房間裡面閃爍著 Created by Warren Robinette 那做完這件事情之後 他就跟公司辭職了 雖然很快的彩蛋這個東西 就變成了遊戲裡面一個非常流行普遍的設計 不過我們應該要了解到 這樣子的設計的起源 其實是源於抗議行為的設定 隨著駭客遊戲 他驅動了新型態的盈利行為之後呢 所帶來的勞資問題 那1985年 日本任天堂公司在阿達利公司面臨了經營失敗 還有造版猖獗的狀況之下 去進入到美國的市場 那任天堂靠著卓越的設計 還有瑪利歐遊戲獲得力竿借引的成功 很快他們就壟斷了遊戲市場 直到Sega的出現 變成了兩大巨頭的戰爭 結果後來在1994年 Sony推出了PlayStation的遊戲機 變成了主導世界電玩潮流的製造商 任天堂 他就變成小朋友的遊戲機 而Sega則一蹶不振 諷刺的是呢 這場遊戲文化的復興 令人矚目的不僅是 他們的救世主來自美國以外的國家 而這個救世主來自美國二戰的手下白將日本 他們的遊戲市場被原子彈的受害者拯救了 1970年代的日本呢 他以後工業社會作為他的發展理念 還有社會指導方針 他贊助人工智能的研究 進而成為了世界最大機器人的產地 讓日本自己成為全球機器人的實驗室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呢 電玩遊戲迅速的普及 街頭巷尾的商店裡面 都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遊戲機台的設置 那日本的遊戲藝術改變了新媒體文化 從第一款有角色的遊戲 吃鬥人PACMAN開始 他們不斷的添加敘述 還有情感表達 那這樣子的做法 其實是從他們的漫畫文化而來的 日本的漫畫傳統呢 一直以來就非常的擅長 這一些幻想世界的建造 例如像是機器與非機器人的混合體 或者是自然跟超自然的結合 人類跟動物的混身角色等等 這些設定其實都非常的適合電子遊戲 那電子遊戲吸納了這些漫畫的人才 美國遊戲師是從一群電腦愛好者裡面去挑選出來的 但反之 日本遊戲卻是去尋找電腦工程師 但同時也是漫畫愛好者 漫畫影響了遊戲設計師 例如像是瑪利歐或者是賽爾達系列 讓他們的設計師公本茂先生成為世界最著名的企業巨頭 而瑪利歐這個遊戲之所以吸引人 其實不僅是來自於日本漫畫迷人的創造力 他也展示了民粹主義的情感 也就是一個極其努力的勞工 他要去對抗難相處的冠老闆 這邊本文的作者引用了安妮艾利森的說法 他把日本漫畫裡面那種多樣的可變性 非常像是史萊姆的那種多變性 歸類於兩個因素 原子彈吹聲出來的突變感 還有日本語言裡面的字面意義跟它隱含的意義 還有日本戰後高科技發展驚人的步伐 他認為這兩者都為這個混合的世界還有重組的身體 跟不穩定的身份提供了一個虛構的世界觀 在20世紀的最後幾十年裡面 這種想像呢它佔據了戲劇美學的前沿 它的流行文化跟全球資本主義的千禧年狀況相呼應 一切都是流動無限的充滿變化碎片性流動的世界 這是非物質勞動的世界 其中日本的電子遊戲就是第一個跨國化的形式代表 接著作者談到了電玩裡面的性別問題 他們以1995年澳大利亞女權組織 VNS Matrix所推出的All New Gen開始 他們討論的是男性在遊戲世界裡面的主導地位 從虛擬遊戲開始呢 其實就已經有女性的遊戲製作者或女性玩家的存在 然而儘管如此駭客漫畫家還有遊戲開發者的歷史 都是關於男人和男孩的故事 如果像是德勒茲跟瓜達西所建議的那樣 性主體性其實不是被自然賦予的 而是出現在一個不僅結合了身體跟社會規範 還結合了技術的生成當中 那麼遊戲機它就會成為非常重要 關於如何成為男人的工具 而不是成為女人的工具 即使虛擬遊戲的確承認了女性的存在 不過它也是明顯的一種刻板印象 像是在1996年的 Bobby設計師的電玩遊戲裡面 大家可以為這個Bobby的娃娃設計連身裙 然後在這短短的兩年內呢 就售出了50萬份 不過這頭還是在於 女生就是要穿女裝的這樣的刻板印象裡面 那除了Bobby的這個刻板印象之外呢 其實有一個新的女性形象塑造出現 在1996年發行的古木奇兵 古木奇兵裡面大家非常了解的一個主角就是羅拉 她就是女性想要成為 或者是男性想要跟她相處的 那種女主角的形象塑造 那這樣子新的主流遊戲 我們稱為叫做Sheros 欸?不是SHE的歌 對 那這樣子的Sheros呢 她經常是那種大殺四方的 殺戮女性的形象 那這樣子的狀況呢 其實也是在現實生活中裡面 經常想要以女性角色做為一種 維護國際和平的這種形象之間有一種很奇妙的對話 那透過其他的研究中表示呢 男性仍然是遊戲機裡的主要擁有者 然後比女性更堅持要去玩遊戲 然後女性玩家其實是 比較集中在於一些特定類型的遊戲上 例如像是休閒遊戲 掛玩遊戲 或者是在線的棋牌遊戲等等 那即使有一些遊戲公司 她們繼續僱用女性的遊戲設計師 或者是女性的員工 不過這樣子都還是不足以 讓女性的這個性別工作者 在這一類遊戲產業裡面 有足夠的樣本跟代表性 雖然這一篇文章是在2009年完成的 但是她對於遊戲世界裡面的性別討論 其實到現在都還是非常值得我們思考的 例如說我們在很多的Machinima的案例裡面 或者是實況的遊戲的狀況裡面 都有很多男性玩家 也許是無意或者是有意的 對於女性玩家進行可能是恥笑 或者是他們會去霸凌新手玩家 菜鳥等等的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其實在遊戲世界裡面的階級 或者是性別的討論 到現在都還是非常值得我們去探討的 那我今天的導讀就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